古的话这里的古 这个古其实他这里讲的古 简单化了是不是 这古是不是以前我听的是谁讲的说 云南那边的人 养虫子 这肯定是我说过 你说过哈 因为古字你看上面一个虫下面一个庆民的民嘛 那肯定是这个庆民里头有虫的一个意思 那庆民里有虫的话 庆民你就放在那里头有一些脏东西 他就会生虫对不对 时间长了以后长很多虫 这些虫肯定是不好的 那有一种古术 就是把这个所有的这种不好的毒虫放在一起 人媒的放在一起 让他们相互撕掉 能剩下来的就是 有剧毒的虫子 所谓的这个 拿它来下毒 如果要是这样 这种毒 这种毒吧 如果要是说你可以直接碾成末 然后你给到人家 下到这个酒里面 放在这个 饭食里面 就吃了 这叫下毒 没错 但是这个不叫 如果要是无骨的话 它指的是什么呢 就是 我拿 这不是有毒吗 好吧 我拿个针 然后蘸点这个毒 然后弄一小人 在它身上扎一下 然后这个 我把这个人想象成谁 他这个人就死了 这样 这个就是 没有这种肢体的这种接触 不是用物理的方式给人弄 是 这个就是叫乌骨 据说是苗人 特别擅长 这不光是苗人有 这个乌骨之术 汉朝的时候 那五帝就有 那个时代就有了 为此把自己太子都给杀死了 哦 就说这个毒啊 就是 骨是有毒啊 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 而是一种一种法术 法术 对 就借这种毒虫来行一种法术 牛骨 那就看到这个 骨挂不是个好挂了 哎但是不是 哎 你看这个骨挂上面说 元亨利舌大栓 先甲三日 后甲三日 这个 从挂名上来讲的话 就是 本来这应该凶啊 这个为什么变断疾呢 哎 但是呢 元亨肯定是疾的 对不对 元亨好 这个 我们讲过元亨利真是吗 随挂也是元亨利真 对 原来元亨利真 这四个字 那是什么挂小词啊 是前挂的挂小词 那指正大光明的 这个意思 这是天道 但这个随呢 代表的是什么 就是无救 叫元亨利真无救 什么意思 你跟着 你跟着老大走 就没有 没大大问题 没有问题 你跟着天道走 就没有 没有问题 那不是说你就是天道 跟着天道走 你跟着天道走就是 顺着天道去运行 就没有问题 就是随 follow 对 当然那个随的不同的阶段 也是有 不同的急凶祸福的 嗯 那我们再放下来不表 咱们说这个 古挂 那古挂里边 为什么是元亨 这里边啊 这个所谓的这个古 古人说比如乱臣 你说乱臣是不是坏人 乱臣 他在做乱 他在这个捣乱的话 是吧 那应该他是 媒体好作用 那肯定是乱臣 肯定是贬 negative 肯定是贬义词 对不对 那实际上不一定的 古挂里边经常说乱臣 那他变成了一个 就是治理乱的臣 你知道这意思吗 那 古呢也是这意思 那古呢这里边是 呃 古是不好对不对 古是这种迷惑啊 这个 呃 呃 这个是这个行 呃 这是 我蛊惑所谓蛊惑 不是说大家 青少年在这个 蛊惑了被蛊惑变成 蛊 蛊瓦砸呀 嗯 这是那个 对啊 成了那个 脑子里 他不是说被人下蛊了 嗯 他实际上脑子里头沾染了毒品 嗯 是不是这意思 他信了邪了 跟了黑社会了 跟了跟错老大了 那个意思 嗯 这个这个叫蛊惑 那那他那个怎么好呢 怎么好呢 就是就是 把你的蛊从蛊里边矫正的 矫正了 对 也是蛊 哦 那他这 这个事情 它有两面性啊 对 嗯 这个挂里边说的是 我怎么把你矫正过来 矫正过来 其实矫正过的 这个矫正的这个过程 是好的 嗯 是圆横的 是立舍大川的 你还可以走 你还可以 先甲三日后甲三日 是什么意思 嗯 就是 甲是什么 甲业秉丁物体更新人鬼 是天灾 是一个第一个 对吧 那就是说 甲是一个 起点 对吧 一个一个事物循环 就算到一个阶段的一个起点 嗯 这个起点呢是 前后 嗯 对 都是非常重要的 嗯 对 这里边呢是一个治理的一个过程 嗯 嗯 对 这个 在这个 团传里面说啊 嗯 中则有始 天行也 对 中则有始 啊 就是要治理的时候 天假 这个 前前三天后前三天 这个阶段的这个 原来的 就是一个阶段的过去 就是最后的那个 嗯 那那那段时间 嗯 和它开始的这段时间 都是有股的 对吧 从最后的开始 对吧 对吧 一个一个阶段 嗯 咱不好拿这个 呃 中国政府举例子啊 咱们就说 咱们换一个 换一个 我想想啊 这个这个这个 呃 直销 嗯 好吧 做直销的 对吧 那那个 你在 你在开始的时候 可能是没有太大问题 那是挺好的 一个销售的形式 一种方式吧 比如做案例的啊 嗯 是吧 嗯 全世界都做得挺好的 跑到中国来 对吧 然后你在这个 在做的过程当中 开始的时候是没问题 到到后来的时候 就出现问题了 因为 就是 这种直销这种形式啊 被很多人所 copy 自己建立了自己的一些 直销的一些品牌 对吧 然后在这个 这个 做的过程当中 越说越悬我 越说越大 然后呢 就变成了一个问题 嗯 在他 就是 事务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 本来前期是没有什么问题 到后来 最后的时候就变成有问题 嗯 这就有鼓了 对吧 然后呢 我要治理他 治理他的话呢 我就 我得推出一种新的 比如说我们得 呃 确立一个新的一个直销法 嗯 对吧 那那个直销法的时候 那 我是不是一下把这个所有的 直销的一些公司全都一棒打死呢 清理他可能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是不是我慢慢改良他会比较好 嗯 再推出来 这个 新的一个 这个 条例 然后 允许一些 老的一些诟病我慢慢的去改 系统内部去改 嗯 对 你看 就拿特朗普他 他想这个清理这个 微信来说的 他还得给45天吧 嗯 让大家清理一下 嗯 你该干嘛干嘛 你别你别用了 啊 你你你你你 你要你要把这个 啊 这里边的钱 你自己要转移出来了 你的朋友联系不上 你自己想一下办法 他也要给出一段时间来 嗯 对 他一个 一个事情 这个 这个这个股 一个事务运行的一个阶段 在他最后期的时候 和 新的阶段 最开始的时候 那都是有一段谷的一个阶段 这都是要是要去治理的 啊 理解这个 古卦就说的说明的是这一点 理解了 嗯 这个其实呢 这个也是 耶稣基督 他 所做的 这些当时的这些老百姓啊 包括以色列的这些 信 旧约 摩西定的这些律法的人也是被 当时的宗教领袖 蛊惑了 嗯 他们呢 就是 没有按着真正的上帝的教导去做 停留在文字的文字表面 没有对 知道核心的东西 但他开始的时候是没有问题的 开始是 摩西他 那个世界推出来的时候 给大家 根据这个原则制定了很多的这个 戒律啊 生活规范 其实这就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 在这个 你在做的过程当中 你太教条了 你忘记了他设定这些 这些戒律的一个终极的原则是什么 反倒呢 就变成不好的事情 就不好了